賴清德他想要爭取2024的大位 那我们就来检验看看 他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到底如何 有一个参考的职 就是过去他担任过行政院长 那他在担任行政院长 到底为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成绩呢 大家还记得吧 那时候不是有说要把身份证 换成数位的 记得吗 就是賴清德 他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可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困难 包括资安的问题 后来停止了 可是厂商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研发 开始在做了 现在厂商要来跟我们要钱 要跟政府来要钱 总共花10亿 这10亿都有我们政府来买单 所以賴清德他过去 尤其是他当行政院院长的这一年 我们来看看爬树以下 2017年到2018年10月 其实他上任一年道歉八次 一开始是功德说世界 还记得吗 就当做做功德 照护员 另外2018年有台北医院 护理之家大火酿了酒死 他也道歉 还有包括823 在2018年的时候 下大雨 下雨 大雨成灾 他讲过 他失言 他说你看哪一个批评的人 可以讲出来 让他当上帝 那雨下在哪个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管 他有把握不淹水 讲得好像就说天灾 我们当政府的 我们当行政出管的 都没有责任 还有包括东厂事件 你看到的 戴姿影发文 体育环境有待加强 结果后来被当作假新闻 赖姿德也道歉 不断的道歉 这个东厂张天青的争议 包括普悠玛出轨 酿18死 那时候真的是 这个很重大的事件 所以我们要检验的是 他的行政工作做得好吗 他真的有治国的能力吗 现在他是副总统 可是他其实只有一个身份 就是当主席 为他自己来跑选举 我们看不到 赖姿德过去的成绩 是亮眼的 可是他现在要争取 更上一层楼的位置 我们可以信任吗 这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 而另外我们看到 蔡政府最近 让很多人抱怨连连的是 打假不利 你打诈 诈骗还是一直不断的出来 而且越来越大咖 越来越大尾 我们讲到的 包括法务部 法务部最近 可能我们最高的 检查的机构 也有一些所谓内斗的情形 而且从媒体爆出来 您看到的是 法务部长办公室 吵架声惊动警卫 谁在吵 这是蔡清祥 法务部长 大战检察官 陈宏达 这两个人 为什么会在办公室里面 吵到连警卫都要出马呢 那是据说 记者这一篇报道里头写说 因为台北地监署检察长 林邦杰他被调走 为什么 因为高宏安案 可能上层认为 他的效率太差 所以司法界为他报屈 作为台湾高检署主任 检察官的陈宏达 跑去对蔡清祥拍拙 可见我们的检查系统里面 有很多人看不下去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 提到打假打炸这件事情 1.5版 这是政府打 打炸钢领1.5版 结果法务部也要提 这个做一些配套 他们要规划 检察官助理的机制 这个您看到的是 这个法务部 只会揽视吗 基层检察官说 打炸1.5绝对是 国家级的诈骗案 可能是虚的呀 他告诉你 有12345 然后撒了13亿 可是内容发善可陈 我们看到 不愿具名的基层 女检察官说 案件爆量 让检察官被淹没 因为很多案件 高检署只说不做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打炸1.5 绝对是国家级的 试骑诈骗案 而最近让大家觉得 很震惊的 IMB诈骗案的主席 叫做这个 曾国伟 对 这个人 现在更多有关 他的所谓的 政商的关系 网络 还有他的背景 现在也都出来了 包括 他过去曾经 曾经还是一个 违反枪炮管制法的 一个判刑确定 可是却逍遥法外 黄国昌就炮轰法务部说 到底谁 在背后替他撑腰 在背后替他撑腰的人 现在看起来 又有一个脉络了 又有一些图像了 包括巧新 还有包括其他媒体人 有丢出一些照片 过去曾国伟 他常常跟这些 所谓的绿官的政要 在不管是尾牙也好 还有什么样的大会里头 都可以看到 这些人的身影 包括郑文燦 包括黄伟哲 包括陈唐山 陈欧破 黄崇燕 刘建国 图醒哲 他跟这么多绿营的 政治人物交好 是不是有些买保险 那这些人 要不要出来说说 他们跟诈骗集团 首脑的关系呢 而另外有一件事情 最近在网路上也好 在舆论上 也有很多人在讨论 有黑金伸手 泰山的经营权吗 泰山有要 所谓的经营权之争 我们看到陈敏勋 今天跑出来哭诉 他说 传 有这个 他说泰山市场派的读董 杜英达突然请辞 疑似因为家人遭到绑架 这个事情很大条 杜英达 他的家人被绑架吗 他发了亲笔签名函说 我没有被胁迫 是真的发这个 亲笔的签名函 后面有没有一些压力呢 黄阳明甚至发了 不自杀声明 他说这个泰山的经营权 有玄机 他警告赖清德说 如果有党政人士 跟黑帮结合介入 对去年已经被黑金问题 重伤的民进党 无疑是雪上加霜 你赖清德要小心 你必须要谨慎处理这件事情 到底谁介入了 有没有黑金进去 那个黑手又是谁 我们先问问看巧新 巧新这些照片好像 都是你提供的 这个IMB的诈骗案 其实就非常多人受骗 而且它维持大概八年之久 那你就想 曾国伟他这个通气犯 而且他是有这个枪炮 而且他蛮严重 三条通他身上背三条的通气案 然后在外面这么多年 逍遥法外完全没有人抓他 然后跟各个民进党的高官 都非常好 那陈欧婆说 有啊过去国民党 也有人来参加这些活动 不是我就问 在野党是有什么能力 在野党是这个执政党 执政者 这是我们要特别去监督的 所以所有人里面 我要特别点名两个人 2加1 第一个是郑文燦 因为他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而且他参加这个活动是今年初的事情 曾国伟他三条通气 然后你去出席他们的这个直销集团的活动 然后公开的在上面帮他们讲好话 这些内容被串到网站上之后 他们干嘛 他们没事要请你来干嘛 当然是替他们集团背书 把你来了之后的讲话影片 然后剪在网路上面 他们的这个推销人员拿去 就说你看 我们的产品非常棒 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 都一样是我们的座上嘉宾帮我们背书的 你说会不会被很多的受害人 他们就被骗了 一定会嘛 这个有公信力的人嘛 第二个黄伟哲 这更离谱 黄国昌今天讲说 一个7年的一个通气犯 可以自由进出市长室 都没有人在管 台南是什么样的一个话外之地 然后进去台南市市长室 然后市长接见一个通气犯 接见通气犯之后 还手拿着两个他们的产品 然后给人家这样拍照 然后放在网路上面 黄伟哲说没有 我们没有在代言 我没有说你这个叫做代言人的行为 但是你如果不是跟他有特殊的关系 哪一个堂堂的市长 会在市长室里面 拿人家的两个来路不明的 一个医美产品 然后在那边给人家拍照 放在网路上面 好 再来第三个人是陈欧珀 陈欧珀是因为已经三次以上 出现在上面了 那我要特别讲一点 因为这个IMB 检察官要去查 我现在讲的话非常重要 IMB它是什么 它这个P2P是说 我这个公司 好 有一些人要做土地的开发 然后所以他们需要钱 那我就收集很多人的钱说 然后借给他 然后这个利息再分给大家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假的 所以被骗钱 那我就问 是不是很多宜兰那边的土地 也会跟这个IMB有相关 这是检察官要去查的 就是说IMB的债权里面 有没有包含宜兰相关的土地 如果有的话就要去思考说 里面有没有相关的政治人物介入 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 检察官可以好好的去调查 这个徐晓卿提出了一个疑问 一个疑点 来 请教这个维翰 政治人物其实常常会有人 就跟他照相 你去路边扫街会有人跟你照相 那一种对 我不知道他是谁 对不对 这是其一 第二个 你可能今天身为首长 你的颁奖 什么金职奖什么 你当立法院当总统 你又跟他照相 但是刚刚巧克星直指核心 怎么可能在你的办公室 那边帮人家手持 他不叫代言 好 我就讲这叫手持 没有错吧 手上拿着东西 那你要跟大家说什么 那现在出问题了以后 你要自己回头检讨 你为什么 那请问这个 韩伟哲 韩伟哲跟我们也很熟 你手持过多少产品 你跟我说 你有手持过台湾的凤梨 他是应该拿低基金给他 手持一下 但你要知道 是哪一家公司出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 你看像顾力熊 顾力熊还有张照片 我们今天没有弄出来 他后面有一个员工 他去IMB的尾牙的时候 员工马上在后面 就举牌学科四海IMB 他两个意向 金管会的主委 出席一个餐会 后面有广告的IMB 我今天是一个投资大众 我网路上被放人家那个照片 对不对 马上大家讲 10个人 里面有8个人搞不清楚 好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刚刚那个已经下架了 早上去报警之后 META跟我们的警政署 还有内政署 他现在建了一个管道 就居然是有用的 我们警政署已去问以后 发现说我有剪取那个网站 所以你的那个诈骗 我又报案 报案再加上网路检举 脸书检举 刚刚已经下架了 那还有好多人 他们怎么办 所以就说一定要做 诈骗这个一定要打诈 那你今天没有做的部分 你要赶快把它补齐 那你官员过去跟这些 说实在的 他其实跟这些达官贵人 他也会尽量想要跟你接近 可是你自己要节省自爱 我就讲你在路边掃 市场的时候 人家跟你照照相 这个无可厚非 可是你已经跟他一起去吃饭 然后又一起 你帮他手持东西 这就不对 这不是说你在路上遇到 这你就要深自检讨 那包含诈骗 治安 还有这个两岸打仗 这都是其实是国民党的 民进党的硬伤 讲错对不起 民进党现在执政的硬伤 所以国民党应该打这个议题 民众才会把票投给 这个非民进党 是 来 请教辉文兄 今天遇到的巧心也是巧合 前迟这个台北地研署检察长 被调走跟高宏安案子 有什么关系 我是看不出来 当初林邦良他为什么派去北检 谁派他去的 也是蔡清祥 刚刚前迟说有很多人抗议 有谁抗议 我就看他成龙哪一个人抗议 我们有一千多个检察官 只有他一个人抗议 派他去的是蔡清祥 把他调走的是蔡清祥 你要骂他 我为什么讲巧心 你看他两年前去检举杨慧如 最近大清仓才起诉 你不是很奇怪吗 杨慧如那个案子 不是吵很久了吗 从柯文哲再当台北市长 说你怎么现在才大清仓 你说你办这个案子 高宏安的助理费签止 我们也谈了半年多了 现在都5月了 去年他选新竹市长之前的事情 我请问你 那案子有很复杂吗 巧心当过市议员 现在还是市议员要选立委 这助理费签 不是上策打开就清楚了吗 你要么你就起诉他 要么你就不起诉他 我也没有什么既定的立场 可是你办这案子我就不是 我就觉得这案子这样子办 其实难怪大家会质疑司法 上个月我被巧心这个 弄得很开心 上个月他跟我讲什么 学长 我下个月就是5月 要去台南打这个新潮流 要打赖清德 我好高兴 我马上在直播广播都宣布 巧心来就上禮拜他跟我讲什么 是5月底 5月 5月底也是5月 对 所以我是要告诉大家 5月底也是5月 现在才5月初 这个意思说 前置因为你说赖清德的这些 这些案子什么总统点点什么 他还没有 国民党还没有系统 像这个诈骗案什么的 我觉得巧心这个表现很好 有把这些照片什么都把它盯出来 就是他跟绿营的关系把它建构清楚 可是对民进党 对赖清德的民调跟选情 还没有明确的 直接的这种杀伤力 表示什么 就第一个国民党的人选 他还没出来 国民党的整合也还没有开始 然后巧心你还没去台南 对不对 所以5月底 所以观众朋友 你免筋党你也免煩惱 就国民党对赖清德 对民进党的整个信用 因为前置距离投票还要半年多 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都很焦虑 就想说国民党怎么都还在乱 到底是要郭台铭还是要后裔 不用紧张 因为不是明天投票 对不对 所以你每次听黄伟涵讲说 可能赖清德还是赢 如果明天投票 可能赖清德是赢 问题就不是明天投票 你就不要再被黄伟涵恐吓了 又不是明天投票 如果明天投票可能是赖清德赢 可是我们的投票是明年的1月13号 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多变化 我们期待巧心 请他去台南打弊案好不好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 不得面借的 这是做替现场的 现在 还有 那个 有 想